小米游戏本2019深度评测 熟悉小米的用户都知道 小米从来不是一家局限于手机 这一单一产品的厂商 在其无比广阔的盛态系统当中 笔记本电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格 同时近年来随着电竞行业的追求发展 很快就催生出了游戏手机和游戏笔本两个喜分市场 是受电竞爱好者和学生群体的欢迎 而其中小米均是首批开拓这一新兴市场的厂商 具体到游戏本方面 小米去年才设组游戏本 凭借其出色的性价比基因 被认为是其赤水新领域的一次出色的尝试 如今又经过一年的积累 小米在本月初正式发布了旗下第二款游戏本 小米游戏本2019 搭载了第九代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以及N50框架显卡和144Hz的屏幕 号称性能怪兽在升级 小编紫色拿到的便是配置和售价最高的i7 16GB加512GB RTX2060版 下面就给大家尤其是即将赌入大学生活的大一新生 所以小编一起来看看 这款性能怪兽又修炼到了怎样的段位 本着小米笔本产品现场没有设计 就是最好设计这一理念 小米游戏本2019依旧延续了前作的字典设计风格 采用了全金属磨砂机身 触感细腻光滑 配色深沉低调 隐约有种护制一出的商务感 机身的A面正如雷军去年首选游戏本发布会上 这是一台能够带着去上班的游戏本的表述 小米游戏本2019依旧没有任何的logo标识 无论是喜欢简单的用户 还是有自己设计想法 想打造一台更新十足游戏神器的用户 都能够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 翻开屏幕来到了机身的B面 小米游戏本2019采用极具工业风和科技感的 影像式铁锈钢转轴和全国式屏幕设计 带来一种不同于传统笔记本的独特实际反抽 更关键的是 该机还全新标配了一块刷新率为144Hz 15.6英寸窄边框的iPS屏幕 分别绿为1920×1080 UOL 27% NTFD色域和178度的广视角 屏占比高达81% 与传统刷新率60特色的屏幕相比 144特色刷新率的屏幕 能够有效地解决脱影与屏幕蘑菇的现象 并有效逼典画面撕裂卡顿 为玩家带来更加连贯流畅 新流水般的显示效果 使玩家在精灵当中占据更多的优势 机身C面相比游戏版20走 采用了渐程为1.8毫米的全键盘设计 并延续了一贯的高水准 堕落感强挥弹有力 无论是游戏还是文字输入 它都可以为你提供舒适的手感 而且还支持30件防冲度设计 可以使玩家轻松释放连招 让玩家的技能释放如行云流水一般的流畅 该机为键盘延续了前作的四分区炫彩背光键盘设计 在相比合作当中 你还可以对键盘灯的颜色进行自定义 非常酷炫 此外 在键盘的左侧才提供一颗龙卷风按键和五个可编程按键 其中龙卷风按键可以将风扇切换到急速模式 转速可达6000转 有如飞机起飞一般的动静 其散热能力也的确不要太强 而另外五个可编程按键 可以让用户把自己常用的多功能按键 整合在其中的某一个按键当中 省去了频繁按下多个按键的繁锁操作 如果使用初期 不会有误触或者不习惯的现象 试一段时间就好了 键盘的下方 小米游戏版209还配备了一块玻璃材质的大面积触控板 又有非常顺滑的手感和提高的密集度 在不方便使用鼠标的情况下 也可以很方便的使用操作 机身的地面 无论是无比宽大的不锈钢进风格扇 让小米纸戏版209更具浓浓的游戏本的特征 其中高达46%的超大开口率和高度适中的脚链 可以有效的提升运风效率 内部隐约可见两个直径75毫米的金属散热片 相较于常见的塑料液片 金属在高速转动时形变更小 更有利于实现高通风量 为笔记本带来更好的散热效果 底部内置了两个三瓦凉成器 支持度比全顶升 在机身的侧面 该机在后部和两侧 共提供了四个出风口 可以让热量快速的排出去 等于其厚度大于其他新宝本的特点 小米游戏版2019可以轻松的布置 多功能接口的 硬盘方面 该机配备一块 中置512GB的SSD 支持N协议 在测试当中 该硬盘的顺序读写速度 已经达到了3204MB每秒和2875MB每秒 4K随机读写速率分别是 44.82MB每秒 101.2MB每秒 这样的成绩已经达到了 消费级终端固态硬盘的水平 续航依旧是55W电池加180W充电 所以游戏本 其身份就决定了它的使用场景 一般是有电源的场所 因此续航往往并不是 这类产品的重点评价指标 不过雷军将其定位为一款 能带去上班的游戏本 赋予了更多的商务属性 所以其续航还是值得提一下的 总体来看 小米游戏本2019 依旧内置了55W的理件池 支持16.5V 9.23A 180W的充电功率 在实际测试当中 极限化之下 能够满足两小时的软炉游戏 而其他工作和有娱乐场景 基本上可以达到55小时的软炉时间 总结 总体来说 对于其亮点 只在配置方面的游戏本而言 最终决定项目者购买意愿的 还是其硬件配置 对到足不足 从这点来说 加密游戏本做得非常不错 无论是最新的第九代 Intel 酷睿i7 9750H处理器 加英伟达 RTX2060显卡的相碳组合 还是刷新率高达 144Hz的窄天风屏幕 和512GB的SSD高端固态硬盘 都充分显示出足够的诚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